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建筑的餐厅也各具特色 开放式的生活园区不用门票 欢迎民众来逛逛这老屋新生的文青集散地 一景一物充满京都风格的日式建筑群 矮矮的木屋充满日式氛围 让人有一秒飞日本的感觉 这里是达安区的荣景时光园区 好拍之外还进驻15个品牌 餐厅 咖啡馆 日式和服体验等 成为近年可康的打卡景点 这里就是原台北行务所观社群 那就是原本日制时代的时候 是丁种的就是最低阶层的 预政人员住的单身宿舍 之前的话是它是属于 华光社区的一部分的美食街 那就是到了民国就是109年之后 它开始决定就是开始修复这个地方 那因为曾经有过就是游民住进来 那时候华光社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开来 那就是有游民进来 然后不小心把某一间的房子给烧毁了 就是那边有就是豪秋跟日和那两间 那边本来是一间一栋 也是四户的单身宿舍 那就是这样所以文化局就决定再把它修回来 那修回来就是历经到现在 现在才开始112年 去年111年开始营运到现在 9月7号 像是很有冲绳老屋风味的优雅餐厅 随处都充满产意 华丽优雅的和服布料挂成背景 餐点是依季节调整的解气套餐 纯粹又温暖 这里进住了美食咖啡厅 甚至还有照顾中心 是社区的好伙伴 那我们其实我们定位的是叫做 文创养生的照顾的社区 我们有点叫新形态的叫依居动养模式 那医的话就是医学的医 然后居住的局面就在社区里面 那动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来了这里的人 是可以动脑动身体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课程讲座 那也有一些就是设计一些 让生障者就是无碍悟道 那我们这里是服务0到99岁 当然甚至有100岁以上都可以欢迎过来 那我们是一种生活文创的部分 0到100岁都适合来的园区 也照顾到生障者 有许多无障碍坡道 不定期的讲座 提供民众休闲之余 为旅程增添丰富视野 就是我们有做无障碍的坡道 那就是电动轮椅车都直接可以上来 那娃娃车也可以直接上来 那除了餐饮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的部分 一般的文创生活的用品都可以买得到 那包括有一些洗铺啊 还有忙蹦蹦 他们一些育婴用品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妈妈呢 就是带小朋友来也是很方便 那我们现在也有大安学 就是地方学叫龙井学堂 那我们每个礼拜六 就是几乎每个礼拜六 都会办公益讲座 那也会有不定期跟 大专院校产学合作开一些课程 那课程的费用都是 有一些是公益的费用 就是100块到300块之间都可以 民众可以付得起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配合节庆的活动 像比如说下个月有母亲节的活动 还有护理师节的活动 我们都会陆续的展开 那暑假的话 我们预计暑假也会开办一个 正在规划 就是做龙井小学堂 那就是儿童夏令营的部分 是服务小朋友六到十二岁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现在也会配合 之前上个月是配合儿童节 有开始做儿童的着色比赛 那在我们的服务中心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除了还有历史展成以外 还有一些就是文艺方面 艺文方面的活动都会陆陆续续展开 荣静时光生活园区曾招筑荣清洗 如今透过老屋新生修复改建 重现历史模样 更因文创而发光 重新结构了此地的风景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是台湾北部唯一 以流行音乐出发的多功能复合行园区 具有跨时代意义与重要性 一块来回味流行音乐 陪伴的生活时光 以最直接的感官 带领大家一同产生连结 与共鸣的体验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 用三个楼层 十二个展区 十四位影言人 一百一首歌曲 一千三百二十六件展品 串起跨越世代 台湾与华语流行音乐的过往与未来 告诉民众 这块土地的养分 自由是什么样子 长盛展的部分 它其实算是台湾第一个 就是讲百年流行音乐故事的一个展览 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展览 因为它其实里面除了 一般你可以看到一些展品以外 我们在四楼 然后也有一个演唱会的体验区 那它算是台湾唯一一个独家的一个体验区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例如说五月天的演出 那它是微期 它是大概是十五分钟的一段演出 那它就是含有 就是整个演唱会里面 你会看到的灯光音响 雷射或投影这一类的演出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张开耳朵 打开眼睛 进入流行音乐殿堂 这里可以令您享受一趟丰富的音乐旅程 最近就是响应政府发放就是六千元嘛 那所以我们就是有推出一个 从现在开始到六月底 两个人同行的话 就是只要五百元的一个票价的优惠 如果说就是大家有去就是订购 就是例如说北北基的一个好玩卡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优惠 但目前这个优惠还在洽谈中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可能就是 还是跟一般的国人是一样的费用 这个馆比较特别就是大家可以来大厅看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合理是一个专门做艺术装置的一个公司 那其实我们就是董事长黄云林 董事长然后以及之前的一个 就是吕胜肥骑行长呢 他们有为了这个就是内衣几何的 这个艺术装置他们有做了一个 各有两首歌 所以每一个小时他们就会 搭配这个内衣几何的装置艺术 然后做一些演出 那另外就是在二楼特展厅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外租的一些单位 例如说像之前就是有一些吉普利的展览 那或者是说最近就是可能会有一个 五月中左右会有一个表演的演出 那大家都可以来看这样子 这些歌跨越了世代与时空 打破了国界与城市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留下记忆的气味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面对上任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已经推出或将推动的五项劳动政策 如果经过议会三读通过 预估最快今年下半年实施 最晚明年一月上路 希望扩大照顾劳工朋友 台北市长蒋万安 以颁奖表扬获奖的模范劳工 迎接上任后的第一个劳动节 台北市长蒋万安说明 已经推出或将要逐步推动的 五项劳动政策 分别是劳权基金新增六项补助 实施公安科技降灾计划 中高龄友善企业认证 提供青年植栽准备及寻职帮助 以及扩大保障植栽劳工权益等 劳动权益基金 我们已经把修正的自治条例送到议会 未来我们劳动权益基金 它可以扩大我们使用的范围 就不再局限原本的一项 而是包括加班费 退休金 劳资 生意 如果产生的诉讼 我们都可以用权益基金来补助 给予协助 另外 我们对于 特别在台北市 容易发生公安风险的 包括相关工程 工地 安全 我们透过科技减灾 包括 人工智慧的人脸辨识 进出的管理等等 来将伤害降到最低 另外 我们对于中高龄就业 我们也提出了 相关中高龄就业友善企业的认证标章 4月18号 我们也正式公布了标章 所以届时我们也希望 能够因应高龄化的社会 让更多的中高龄朋友 愿意再投入整个相关的职场 能够更方便 更顺利 也营造更友善的环境 青年朋友 也是社会非常关注 年轻人 毕业之后的就业机会 以及就业的环境 在台北市 身为首善之都 我们也提出了相关的计划 不只是提出实习计划 同时 对于年轻人毕业 到就业这段期间 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 顺利的衔接 而这段过渡期间 我们也规划提供年轻人 寻职津贴 寻职期间 搭乘运输工具的优惠 还有包括寻职保险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都是希望 能够帮助年轻人 尽快地进入职场 来稳定就业 劳动局方面表示 台北市今年度将修订 台北市劳工职业灾害 慰问金发挤自治条例 扩大执灾慰问金 适用范围 将包含外送员 杂货店 夜市摊贩 及网拍商家等自主营业主 预计5月底前 送市政会议 下个会期送议会审议 等议会三读修法通过后 就会进行相关办法制定 预计最快今年下半年 最晚明年1月上路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结合社会住宅 社福设施与行政中心的指标性 旗舰园区 广瓷园区 从111年起陆续完工 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前往视察施工进度 毁灭 毁灭有完整的吗 有 有完整的 一看到毁灭自论漫画书 台北市长蒋万安立即拿来翻阅 在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 与市议员许晓鑫陪同下 蒋万安特别到广池博爱园区参观 南港信义区少年服务中心 观摩附建中心与视察长照机构 从111年起陆续完工的广池园区 结合行政办公处所 社会住宅及社福设施等 提供市民多元服务 对推动台北市成为更宜居城市 具有指标性意义 我想这是一个结合了 包括我们办公处所 社会住宅 社福设施一个很大便的园区 它有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园区 所以我们也希望 在陆陆续续完工之后 也能够让所有的市民朋友了解到 其实台北市未来规划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样子多元的服务 然后打造更一具友善的城市 其中新一区公所已于去年底迁入行政中心 为了提供市民更便捷的洽工交通服务 蒋万安透露公运处方面正在规划相关公车路线 很多地方的里长里民来反应 他们说希望能够有更便捷的交通 前来洽工 方便市民朋友来到行政中心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市府的供应处 也正在积极地筹划 从松仁路那边的地方 能够透过公车的路线 以及评估从园区 到松山车站的路线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有完善的规划 能够好好的回应 里民里长的期待 园区的低标及一标社会住宅已陆续完工 至于外界最为关注的广池三区 也就是西标的社宅进度 蒋万安表示预计最快今年底或明年初完工 广池三区社宅也就是西标的部分 规划上面28层地下4层 那这个部分我们预计希望能够最快 今年底明年年初的时候能够完工 这是一个目标我们努力来达成 对有议员质疑台北市新建5万户设宅的目标 恐怕得花25年才能达成 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那当然在公有地资源逐渐稀少的情形 我们也希望提供更好 以及更优质的社会住宅 以及透过更多元的管道提供可负担的居住环境 包括是EOD 包括都更分回 包括提高容积奖励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广池博爱园区共规划1520户社会住宅 并取得耐证无障碍绿建筑及智慧等四大标章 A栋行政中心除了信义区公所等办公场所迁入外 并结合派出所及智慧图书馆等服务设施 B栋卫富大楼则提供中校园区门诊服务 附建中心与住宅行长照机构 另外社会局也提供托婴托老 妇女及少年等照顾服务设施 希望打造亚洲最大行政社服及住宅园区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台北松栓慈佑公奖学金颁奖典礼 受奖同学共计有3000多人 董事长陈玉峰期望学子在各领域中积极学习 将来贡献所长 学习松栓妈祖慈悲精神 为社会注入善的力量 货班奖学金的学子们 在慈佑公妈祖娘娘的见证下 领取奖状与奖金 为鼓励学子努力上学 台北松栓慈佑公每年都会发放奖学金 给成绩优秀的学子 以十三接庄的在地地子为主 只要涉及超过半年 课业成绩80分以上的高中生 大专生就能申请 希望透过奖学金的帮助 鼓励学子继续用功念书 我们的教学金也可以说办 我来幼儿三十几年就都有了 可以说非常多 最多到三千五百 今年较少 今年是台湾的两千六百块 这个高中的是五百三十几 所以都两千六百块 我们可以说疫情来较三年 没有办这个颁奖典礼 都在这里发了 都在外面发 今年因为疫情的防御 所以我们要跟两千九百颁奖典礼 我们最主要是奖励学生 可以说成绩 有到平均80分以上 几乎通通有奖 鼓励人来领奖 只要在我们的合来十三个月中 就是我们上山升级台湾中山 南港来后还有加十几 这区都可以参加 所以参加很多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是通过的 除非第一个最重要是操信 操信它有等可以 所以我们总算是说 一年做这个祖先 两个旗的这个钱 差不多用到1500六万 我们这区就是 这区法七百九十几万 所以我们两个旗起来 都要1500六万 所以中的孩子 特殊保守他们来向上学 尤其我们特别有对这个 国防学院和市医学院 有名额比较多给他们 所以是鼓励他们 那工夫人 能领劳赶紧 来努力设置 今天是松山慈又公 办理这个奖助学金的活动 那也非常的感谢松山慈又公 一直以来对于我们松山地区 还有这个西口的 这十三街庄的这些学子们 持续的这个支持跟赞助 那也希望呢 这些得到奖学金的孩子 之后呢 这个学业 还有在超信上面 能够持续的精进 那未来呢 能够在这个毕业之后呢 回馈社会 那也这个 让我们的妈祖呢 可以持续的这个庇佑 在我们大松山地区 代表受奖人致辞的 陈同学表示 课业成绩八十分的门槛 并不会太难 感谢妈祖的照顾 让同学们可以安心读书 就感谢妈祖慈悲 照顾很多同学 让同学能够 安心好好地读书 不会很严格 因为他分数大概八十分以上 他也没有一定的财产标准 所以我觉得对 就是 不是弱势同学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他就现这个 住在这个 几个行政区内的学生 只要认证读书 八十分其实 不会很难啊 奖学金就 把它存起来 准备以后的高普考考试 松山区区长游竹萍表示 非常感谢台北松山辞幼工 长期提供奖学金 鼓励优秀学子努力上学 也期许同学们取之社会 未来也能够用之社会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人力银行针对45岁以下的族群进行调查发现 有高达88%的受访者表示 2024年的总统立委选举一定会去投票 其中有42.7%已经有鼠疫的候选人 更有超过五成的受访者 对跨足政治领域欲越欲试 为因应2024总统纪立委选战 国内主要政党都在招兵买马 逐渐竞选团队 那应该是说履历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个后台数据的话 可能还是要来抓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三周以来的这个相关的声量 真的是近万比 算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数字啦 那其实我们观察一些后台的数据 以及说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一些履历 上面的呈现 其实很多人就是单纯冲着民众党而来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算是一个非常认同 民众党的一个相关的意向 所以他在投履历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投不管是其他的工作 或者说其他的政党 他就是投民众党而已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个组成的话 也就是说他的相关的背景的话 其实有不少的是属于这个海外的一个人 是不管是海外的留学生 或者说这个海外的有相关海外工作经验的人 那他们甚至会愿意说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他们可以远距面试 甚至是来台湾 来进行这个最后的一个 跟用人主管的一个面对面 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他们也不排除可以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为了这个明年大选来做努力 那如果是说以这个相关的背景的话 还可以跟各位简单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了 不管这次开出来的这个职缺上面 几个比较热门的部分 包含了这个社会力的一个组长专员 文宣部的副主任 以及说这个文宣部的小编 这算是这个热门的投递的主要的三大职缺 那相关的投递的这个人 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职业 包含了有导演 包含了有艺人 包含了有一些这个海外的总经理 或是一些这个公益平台的执行长 也就是说这个高管的部分 也都有出现 其实看到其实近年来说的话 相关的这个公开募集的状况 是越来越明显了 就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传统上面 其实政党来做用人的话 是相对封闭的 大部分呢 其实都算是呢 这个引荐 或是说这个人脉介绍为主 那有在公开平堂上面刊登吗 有 但是它不会算是一个主力 因为它比较算是一个收集履历 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潜力的人才 但是你真正在用人上面的话 绝对都还是以内推为主 不过近年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青年 对于这个公共事务上面 参与度提高 很多人有热忱 有意愿进去 但他没有人脉 所以他也确实会需要 透过这种公开的一个招募的方式 或是说一个公开平堂上面 它有一个海选的一个形式 它更容易被看见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算是一个近年来的一个趋势 曾经不到四年的民众党 真材人数也打破过往记录 包括发言人 文宣部副主任 舆情系统分析师 议题企划携手等 从演艺圈转入政治圈 有最美发言人之称的徐千勤 也在现场大跳开花舞 号召民众加入民众党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就是 刚刚像我刚刚讲的 我就觉得民众党是一个 如果我是高中生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民众党是一个 非常开放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 然后也非常新气象的一个政党 然后那时候只是想说 试试看 但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说 这边好像一定有很多 很优秀的年轻人 怕自己也没有机会 可是进来之后 其实发现没有 就是从主席到主管 像是福哥 其实大家都非常包容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是真心的 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加入我们的团队 是因为我觉得对于 没有政治经验的新人来讲 其实我们需要一个 非常有包容度的一个团队 然后不论是在创新 还在犯错上面 我觉得都是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话就还在收件当中 那当然我们有发现到一些 比较有趣的亮点 比方说他可能是 这个在主席访美的期间 然后有参与了座谈会 那他在座谈会当中 他就觉得他对 柯主席的一个想法跟论述 他觉得非常的认同 所以他是有想要来 报名我们的一个海选 然后甚至有一些 在海外的留学生 那他们甚至或是在工作的 他们也觉得 好像对于民众党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期待 所以他们也想要 不管是透过远距的方式 或是实际的回到台湾 来进行面试 就是现在是已经开始 发现到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还有包含 现在线上的一些主播 或是有一些媒体人 其实也都有来 投我们的履历 我们的时辰的话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 预计收件 会收到大概五月底 对那我们接下来 就会开始进行面试 那当然面试的环节的话 大概会比较是主管职 比方说像是发言人 或是文宣部的副主任 又或是像节目组组长 比较这种主管职的 那我们就会进入到 最后的大魔王关 就是我们的柯主席 实际来当这个面试官 大概有16个职缺 对那你说最高薪的部分的话 这个其实都是 要再跟大家做这个谈 因为当然以柯主席来说的话 他都希望说有这个人才 可以有更多的人才 可以来进到我们的 这个党部当中 那当然你说薪资的话 我们都会尽量的 给他们希望的一个待遇 人力银行也提醒 想成为政治工作者 除了怀抱理想与热情 食物层面的阻碍 也是令人却步的原因 调查指出 长远质癌缺乏保障 工作压力大 工作时间长 薪资不服期待 以及因为政党不同 与家人吵架等 都是政治工作者 担心的现实状况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安 台北市卫生局 针对素食面产品 生鲜情绪 肉蛋品等食材 进行抽验 发现有两件东南亚泡面 残留还阳一碗 不符合规定 为保障消费者的食安 台北市卫生局 抽验30件素食面产品 检验还阳一碗含量 结果有两件东南亚泡面 检出残留还阳一碗 不符规定 在这次的一个面 这个泡面产品 素食面产品的一个 还阳一碗的检测 主要是从去年开始 就是食药署 发现到国外有某些的产品 像是之前 他们也有发布过的冰淇淋 或者是某一些的香料 含有这个还阳一碗的 这样的一个农药的成分 所以在台北市 我们在今年 也特别针对这些产品 去做检测 那这个检测的部分 我们有抽验了25件的输入产品 还有包括5件的 国内的素食面的产品 那经过这个检验发现 就是其中有两件 进口的这个泡面 素食面这个产品 它是有精测出这个还阳一碗的这个成分 那在还阳一碗 在国内其实是没有同意 可以去做当成这个农药的使用 那同时也没有去同意 可以当做这个消毒的使用 但是这样的一个农药 在国外的某些国家 它是有同意去做这个使用的 那但是在国内 毕竟你产品要进来 国内的话 是要符合我国的这个 这个实用法规的规定 所以针对这两个国外的产品 一个是来自马来西亚 一个是来自印尼 那一个供应商是在新北市 那另外一个是来自台北市 那我们也针对这两家业者 一个是请新北市去做后续的调查 那在台北市这个业者的话 我们也依照三把去除 6万元以上的一个发缓 针对生鲜情绪肉蛋品部分 卫生局抽验136件 检验结果一件皮蛋 检出重金属铜含量不符规定 而食用油部分有一件介花油 标示不符规定 那很多人就是在饮食上 其实会蛮在意就是这个产品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反式脂肪 那反式脂肪就很多人认识来讲 它对健康是比较会有影响的 那所以卫生局也在这一次的 油瓶抽验的部分 那我们特别去检测了 这个反式脂肪的这个含量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抽验了 30件的产品 那包括市面上大家常看的 知道的葵花油、大豆油、玄米油、干奶油、葡萄汁油等等 那还有包括芝麻油、花生油、酪梨油 那去检测这个反式脂肪的含量 其中有一件我们觉得它的含量是超过这个标准 就是它的写法的这个标准定义 那就这个部分的话 在食药署它针对这个标示的要求上面 其实它是有规定的 就是你如果今天这个产品 你要表示反式脂肪含量是零的时候 那你的检测值是要在0.3公克以下 才能够去标示这个0的这个数值 但是我们在这件油品的检验的部分 那它的反式脂肪的含量 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0.3的这个规范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标示上是有一些些疑虑 因为这个供应商它是在台中市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是疫情台中市的施肝处 那进一步去了解它是标示上的错误 还是说它有一些资讯不实的部分 那如果说是这个资讯不实的话 依照施肝法的第28条规定 那它会是处于就是4到40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那这一次除了单品之外 我们总共抽验了136件 那包括就是猪牛羊 那还有基亚额肉的一个检测 那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一个检测的项目 那像是在肉品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动物 那平常容易引起的细菌性的疾病 那还有寄生虫的疾病的药物去做检测 那这个药物检测的部分都是合格的 那其中在40件的蛋品里面 有一件的这个皮蛋 那我们检测的一个铜的含量 它是超标的 那这个超标的产品 我们已经有要求就是卖场 把这样的产品去做下架 那同时因为这个产品是在外线市 所以已经有疫情当地的主管机关 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跟了解 那他们也会针对这个产品 去做限期回收的一个改正 那这边就是因为这个铜含量比较高 那我们有特别去计算了一下 这个设施量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健康 那不过根据就是欧洲安全局的 重金属铜的含量的监测的话 那我们检测计算下来的话 你这个铜含量如果是6ppm来估算的话 我们大概是每天需要吃超过10.7克的这个皮带 才会有铜含量超标的问题 另外卫生局也针对学校自设厨房 及外定餐盒食材部分 抽验87件产品包含69件餐食 以及18件餐食食材 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要打击投机杜绝房市炒作行为 内政部召开平均地权条例执法预告记者会 政府会助力比例原则 用最小级被要的手段来健全房市 实现住宅和土地争议 记者会上内政部长林又昌详细说明 国人期待的平均地权条例草案 配套新定五项执法 包括司法人许可制 预售物换约转售及检举制度等 其中关于业者关注的司法人买售住宅许可制 林又昌表示根据统计 司法人原则上并无居住需求 不过2022年购买住宅户数 却比2019年大增一倍以上 而且短期进出严重 有必要加以限制 根据相关的一个数据显示 司法人持有住宅有短期进出 严重的一个情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108年的时候 非不动产及营建业法人 持有住宅在一年内 出售转移的一个比例 高达51.63% 接着到111年的时候 已经成长到59.63% 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成长 也的确有短期进出的一个情形 影响了国人的权益 所以在修法的时候 必须要加以节制 至于限制预售屋 新建成屋 换约转售 也是防止买方 以换约方式 加价转售炒作 因此限定签约后 发生重大事故才可换约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 也特别针对不溯及既往 提出说明 不希望因为打炒房的一个制度的一个推动 但是影响到一些过去不应该 他不知而受到权力受限的这样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考量的前提 第二个重点原因是在于说 如果把溯网这个事情完全纳进来的话 那势必我们还是为了一定程度的信赖保护 我们必须要对于预售物换约 提供更大的可以许可的样态或形式 那这样反而会对于我们本来期待 对于预售物禁止换约的一个比较严谨的限制 产生了一些可能我们不希望见到的破口 最后则是检举奖金制度 牛厂表示为了避免腐烂检举 将采实名制并且有具体试证 每案奖金最高1000万元 检举人应该附的相关的一个资料 包括他的个个人资料 以及被检举人违规的一个情形 时间还有地点 以及足弓研判违规行为之具体试证的资料 奖金的一个比例 第一个是实收罚还的30% 另外每案的一个奖金不超过1000万元 至于有学者认为平均地权修法有违限之余 牛厂也以宪法第142条规定严正驳斥 强调修法是落实宪法规定 也是朝野和全民共事 政府会注意比例原则 用最小的手段实现住宅和土地正义 平均地权条例的一个修正是为了其公益性 以及它的一个正当性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相关的一个比例原则 用最小的一个手段 然后来实现这个住宅以及土地的一个正义 内政部方面表示 执法从即日起预告到5月15号共计20天 欢迎各界提供意见 预告完成后将依法制作业程序办理后续发布事宜 并报请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国建署邀请口腔癌的病友分享工作或生活上的生命经验 呼吁大众及早戒除吸烟搅槟榔等行为 并透过专家解说口腔癌防治及检查的方式 让民众了解定期筛减 早期发现及时治疗的重要性 62岁颜先生年轻工作时受到朋友邀请而养成吸烟搅槟榔习惯 持续近三四十年直到有次因为感冒看诊 被医师告知口腔黏膜有白斑 最终发现病灶部位转变成癌症 还好因为定期检查得以早期发现 积极接受治疗后恢复情形良好 所以颜先生以过来人角色呼吁定期筛减的重要 因为有有些人他会害怕 他有在身边有这些不好的习惯 他自己也知道可能会得癌症 你叫他去筛减 像我以前是 你叫他去筛减 可能是 我怎么会得癌症 而且也会怕 后来你才会怕 然后一继续筛减的癌症 会怕 但是 你如果说 不去做筛减的话 他还是会得癌症 不是说不筛减就不会得癌症 所以你如果去做筛减 提早发现 刚刚BJ有讲 提早发现 像我就是 我第一次回诊 然后直到先等 那时候是口刚来一直 这样来几种资料 就会比较 自豪的一个机会 今天第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因为他经营公司 需要一些应酬 其他应酬比较高有 那他主要是在 大概一个多月前 他发现口腔有溃痒 在舌头上面 那当时就医之后 切片这只是一个第一期的 这个舌癌 那我们现在针对第一期的舌癌 其实可以经由口腔 直接将这个肿瘤切除 那切除之后 就帮这个伤口直接萌合 所以整个病人 他在治疗的时间 大概五天 那之后 就在没诊追踪 那这个病人在一个月之后 他就可以正常的恢复 他的公司的这个业务 做一些联想都可以恢复 所以这个因为 他的早期的枕断治疗 对他的功能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那可是很不幸的 第二个案例 他也是一个口腔癌的案例 他来看者的时候 他已经有大概 这时候口腔癌 已经有大概五个月 那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肿瘤 大概有超过五公分 那对于那么大的肿瘤 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刚刚前面那个 直接经口 去做这个肿瘤的切除 那我们必须 用一个复合式的手术切除 也就是要将他的这个 这个嘴唇 包括这个骨头 下盘骨 一起做切除 那将这个舌头 以及舌头下面的这个口底的肌肉 一起做整个切除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那手术之后呢 我们另外又取了一个 在大腿前外侧的一个 这个游离体半 去做重建 所以这个整个 这个手术 变成住院 住了三四天 那出院之后 变成还要继续接受 术后的跨放疗 所以花费的这个 经历 非常的多 时间非常多 那这个病人 虽然他治疗之后 十几年之后 仍然存活 可是他整个外观上面 就有一个巴筒 那另外 舌头 因为切掉三分之二 虽然我没有做重建 可是他整体功能 就变得比较差 他的讲话讲得不清楚 吞咽也会有一些障碍 所以这个是 我们其治疗 病人所受到的一些伤害 根据国健署癌症 登记资料显示 台湾每年约有八千人 罹患口腔癌 其中男性口腔癌患者中 余八成有吸烟行为 七成有脚冰狼行为 一旦罹患口腔癌 不仅影响患者张口咀嚼 吞咽及语言功能 家庭将易受影响 医师多花一点时间 帮你把口腔检查一下 那么即时你都可以发现 或者是你自己早上起来 免费的镜子把嘴巴翻开 大部分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除了少数 是要比较深呼的 欧容的地方 你可能会不清楚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口腔也不舒服 有症状 有疼痛 或者是有些人说 里面有一个溃疡 你比较快去就医 过去很多人有观点 很多说 我这个可能是 我已经比较多了 我最近比较疲劳 造成了嘴巴透皮 相关的一些病毒性的感染 那这些额口痘 可能在短期 一两个一半里面 那个一定会好 但是呢 比较长期的这些溃疡不好 那你一定要去就医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及早 你只要符合资格 能够来加入 筛检行列 能够及早到造奇 甚至也 癌症病变的一些 口腔的一些疾病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及早治疗 来用口腔来的挖症 那特别是你有吸烟 有抽烟 解死冰朗 或酗酒的伙伴们 朋友们那你应该要 更应该早期筛检 早期治疗 国间署提醒 30岁以上 有吸烟 或嚼槟榔习惯的民众 赚钱也要顾健康 千万不要忘了 每两年 接受一次 口腔黏膜的检查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为了让单身的同志 扩大交友圈 寻觅伴侣 大同区公所 与台北峡海城隍庙 合伴爱情与你 相约大道成 同志单身的联谊活动 吸引了32位 单身同志参加 在台北峡海月老的加持 及台湾同志乐线 协会主持群的带动下 现场就有7对速配成功 大同区公所 与台北峡海城隍庙 合伴爱情与你 相约大道成 同志单身联谊活动 结合大同区在地特色资源 活动安排走访台北峡海城隍庙 拜月老赐良园 到T-Fashion时尚基地 串起联谊传话筒 在大道成店家 体验植物扩香时首座 漫游迪化街 永乐座各摇像 贵德街古迹老屋 最后来到大道成码头 搭乘爱之船 让参加的单身朋友 在航程中互相认识 拉近彼此关系 一同欣赏河岸美景 我是看到朋友传在 就是我们同志的群组里面 然后就有人发这个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 大道成的导览 因为我喜欢那种 人文艺术的那种感觉 然后看一些历史古迹 有时候我们经过 我们看到那些建筑 并不是很清楚它的来历 但今天就是可以很详细地 去知道说它的过去 我当然很希望 很推荐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手作的活动 然后一些互动的一些关卡 最喜欢 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吗 太好了 那如果大道成码头所以后 举办类似的活动 你会推荐你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吗 有 我们这次办理的 论运性的厂试是 第四年主办了 那我们是从109年开始 直到现在 那之所以会从109年 是因为109年 我们反通过之后 那我们就是首次做办理 那我们之所以会办理是因为 想说 透过活动的方式 让我们的同志朋友 和我们的市民朋友 可以找到 找到另外一个办理 那所以我们就是 办理这样的活动 那也希望 借此这个活动 能够带动我们的地方上去 就是我们大奥城这边 那参加的民众可以认识到我们的 市场里面的陈佑画 和大奥城这边的历史文化 等等 可以带他们到 那要什么 拉船 或是 联营活动分为男男组 与女女组 总共吸引 32位单身同志报名参加 为了让参加者们有更多的惊喜 居公所还准备丰富奖品 奖励全程参与的民众 那今天参加活动的参加 除了这次课程 可以 这次安排的DIY的 相分所做课程以外 那我们在活动之后 我们还会提供 300点的点数 让大家可以到大奥城马档 我这边去做消费 那再加入选招出的消费以外 也可以看看河边的风景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参加这一次活动的 这些朋友 如果在一年以内 能够登记结婚的话 我们公所这边 还会给你一个大红包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参加 这次 像是搭船啦 还有我们这次 所做相分课程的 那呢 之后如果有要参加 就报名 都有优惠 但是包船的部分 也都会打车 然后让你们可以有包船办理活动 在109年举办的 同志单身联营活动中 有一对素配成功 在隔年6月到大同户所 办理结婚登记 曲公所表示 如果在一年内办理结婚登记 可再获得曲公所贺礼 祝福参加的朋友们 早日传来喜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大家 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长谢国良出席铁道决于 南港间通勤轨道建设计划 综合规划期末报告的审查会议 会后收访表示 希望在五月底到六月初 在议会会期结束前 亲自拜访交通部长王国才 表达是否的坚持 希望宽松的财务周期 能在今年内定案 就基隆跟铁道局的部分 气氛是良好 然后大家也有一些共识 共识就是要继续推进 那我们有提出了一个新版的 我们的本市的负担 那这个负担是跟他们原则上所提到 过去的五十三亿 我们有更新了我们的部分 是六十一亿 金融捷运综合规划阶段 进入尾声 市长谢国良二号出席铁道局 金融捷运综合规划期末报告 审查会议 事后面对记者询问 强调五月底到六月初 将亲自拜会交通部长王国才 针对于这个还款周期这个部分 希望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讨论跟答案 那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了解 铁道局协助一些技术性的规划 综合规划也已经快要到了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情况了 也就是综合规划也快要结束了 那在这结束当中 最主要的如果金融要投入 就势必要了解自己的财务负担 包括综合跟年限等等 此外针对第二阶段路线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强调市府未来会给予建议 也欢迎民众踊跃发表意见 那当然原来的规划就是 进原来的路线 铁道的沿线的路线 直接进火车 直接进金融站 那牵扯到的就是台铁的进河问题 那现在有人考量 就是从八堵站 稍微转个弯 往这个麦金路 再找一个路廊 进入到市区 我个人认为这样其实 比较适合 因为这样可以有多一个 警察院的官员务实反应 财务周期的需求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副市长邱佩玲 在局长张树德的陪同下 出席主持金融市警察局举办的打炸金融队 推动行人友善典礼 希望透过科技设备的提升 加强守护基隆海洋城市的治安 出来了出来了 拿出手机扫一扫不到三秒时间 巡邏签到完毕 电子巡迁正式上路 警察局长张树德邀请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共同主持启动仪式 可以省掉做纸本的辛苦 记忆巡迁 记忆巡迁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说 在台湾并没有很多县市做这个东西 那我们有一千一百六十个点 全部用这个方式 可以让警员可以免掉下雨天的辛苦 最主要是他用大数据的方式 现代执法科技的结合 可以让基隆的民众更安全 戳电子巡迁正式上路 警察局全力防堵诈骗 局长张树德亲自率领成立打诈金融队 由副市长邱佩玲亲自授棋 建于111年到112年的3月30号 那这个前面三种诈棋案件比较多 第一种是网路购物 第二种是投资诈棋 第三种是解除分析物网 但是这其中第二种的假投资里面 这个被害的金额竟然高达44.2亿 所以从行政院长 内政部长 警政署长 包括我们谢市长 都要求 一定要在这个宣导面 就是试诈的部分 尽量推动 最好能够铺天盖地 受其一事上 警察局行大特别邀请了外籍佩偶 用自己国家的母语宣导反诈骗 西洋市警察局 看见我们新出名 盟友的需要 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预防诈骗 我爱西洋 感谢我们政府很多个人 感谢很多个人 摆脱台湾市行人地狱 借用市长谢国良上任之后 借用市警察局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累积至今 已经开出了3000多张罚单 达到宣导 汽汽车 离让行人的效果 行人友善的确是我们最需要的 那我们比中央还要早推了 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 我觉得一方面是市长一直很希望 打造一个有爱的城市 第二个真的也要谢谢警察局 同仁们的执法辛苦 这当中民众一定有埋怨 可养成习惯以后 基隆自然是变成最好最友善的地方 交通部是5月1号才要求实施 那我们已经点他两个多月 那这个中间的绩效我给各位报告 我们一共举定 车不让人3709件 那这包含7机车 汽车1042件 机车2667件 那这个中间让这三个月 行人的交通事故 从原来的89件降低到71件 等于减了18件 等于22.22的百分比 那这个案子 我们在市长副市长的领导之下 本局通人一定会持续执法 也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呼吁市民朋友 到了这个路口 一定要看慢看停 那如果行人走在路上 一定是停看停 全国各县市 5月1号起 实施路口不停让行人大执法 金融市警察局 除了打造行人友善城市之外 呼吁全民加入打炸金融队行列 让民众安居乐业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针对国道客运的问题 基欧市长谢国良 本来要去拜会公路总局的局长 不过公路总局方面 相当尊重基欧市长谢国良 所以特别到市府拜会表达诚意 公路总局局长陈文睿 特别来到基隆市政府 拜会市长谢国良 团队中还包括整个国道客运相关的幕僚 重点就是要来协助国道客运的旅客书运 到底该如何改进 对于公路总局的拜会诚意满满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局长 特别来到基隆市府 请听基隆民众的需求 那也可以很具体的帮忙 市长也非常关心基隆市民众 这一个通勤上班的搭车的权益 那今天大概我们有意见交换 包括我们的9026 1573 还有电动大客车的一个购车的问题 那基本上其实市府这边的一个建议的话 公路总局这边其实已经都有开会 那也都有这一个一定的进展 包括就是未来9026的新路线 这个有相关的这一个分流的计划 我们都会来进行公告 然后尽速的来完成 然后让这个基隆市的民众 能够就是在搭乘国道科运 往返这个台北双北地区的话 能够更方便 那9026需要分流是我们分析以后认为 可以最实际的帮忙到搭乘民众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所以我们也请公路局局把我们评估 那非常感谢在很快的时间 就得到了非常善意的回忆 那就像刚刚局长跟大家说 这之后有一些程序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事半 了解这个新政策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就是包括1573跟电动大客车 等等的需求 我们也一并反映给局长 那希望局里面可以针对这些问题 能够多帮忙 那非常谢谢局长 今天特别来到基隆 然后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在此非常感谢他 那另外这个在协助 这一个我们基隆市这边 台湾电动公车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行政院 交通部这边已经有这个 核定专案计划 那这边我们也会跟基隆市政府 一起携手合作 让这个我们基隆市民 在乘车上面 在这个搭乘公车的节能减碳上面 我想我们会一起努力 基隆通勤族的问题 的确需要中央跟地方充分合作 才有办法逐渐调整到 最佳的规模与调度 减少基隆通勤族的无奈与痛苦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